こんばんわ,我是战国导游月祥兵长 我是竹青片之助 欢迎来到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这一次怎么办家康第44、45 正好是官员之战到大阪之镇的过渡时期 46跟47集 则是大阪东之镇跟大阪夏之镇 老实说,44跟45的剧情其实蛮完整的 可以拿来剪成总集片 第一集,本多宗盛说他不认同家康 第二集,神元康正说他决定要跟随家康 然后在第44集,两个人伴随家康走到最后 可以说是剧情有始有终 第三集,余大夫人逼家康,要他抛弃弃子 第12集,金川似真要家康不许放下一切 让本心爱好和平的家康不得不继续上战场打仗 即使家康想要打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但是封城家却一直挑衅想要开战 如果只看这几集的话 老实说前后写的还蛮通顺的 也能顺利带到第46跟47集的大阪之阵 冰长,你今天吃错药了吗? 竟然能够放下陈建,赞美今年的大和剧 可是我觉得你话中有话 是啊,如果只看第1集,第2集,第3集,第12集,第44集,第45集的话 会发现剧情很顺 可是如果从第1集看到第45集 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例如家康他在打大阪之阵前面说 我会一肩扛起信长跟秀吉曾经背负的地狱 喂喂喂,之前的剧情把秀吉讲得有多臭啊 弄得好像秀吉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才会统一天下 弄到现在,变成是秀吉忍辱负重背负骂名 自愿走上修罗之道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从官员之战到大阪之阵这14年 家康真的对封臣家宽大为怀 是查查他们苦苦相逼吗? 当然啦,大和剧的剧情可以这样写 但是历史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哦 兵长,扯了这么多终于要进入重点了 为什么本多宗盛要问神员康正说 他是不是对于封赏不满呢? 这件事情涉及到官员之战结束之后的论功行赏 其实这一次的大和剧对这一点的琢磨非常的少 但是这象征着德川家的世代交替 还有家康去削弱封城势力的政治手段 在官员之战开打之前 神员康正陪着德川秀宗一起进攻信农 但是他们被甄田昌信拖住时间 没有办法来得及赶赴官员之战 有一说,认为是这个原因 所以神员康正他虽然有升官 但是没有加封领地 所以有一说认为 德川家康在官员之战之后 冷落了这些老臣 当然啦,也有一种说法 认为是神员康正自己不愿意转丰 他希望能待在江户附近 就近协助江户的政治运作 本多宗圣、神员康正、锦衣执正这三个人 本多宗圣他被转丰到东海道的交通要地商民 同样领十万弹的领地 神员康正他是维持在管林没有移动 同样领十万弹的领地 锦衣执正被转封到左河山 从原本的十二万弹领地增加到十八万弹领地 这一些德川家的普代重臣 他们领地的弹数变化其实不大 但是他们都被暗插在交通重地 反观德川家康的儿子 杰城秀康从原本的十万弹 变成六十七万弹 加康跟于爱夫人的另一个儿子 松平中吉 从十万弹变成五十二万弹 所以啦 德川家康在官员之战后 他有意识的让自己的儿子 成为各地的重镇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德川家康做得非常漂亮 原本封城秀基 他在东海道安插了一票自己的亲信人马 拿来作为抵挡家康进攻的 玛利亚之强 罗塞之强 席纳之强 结果家康在官员之战后 拿了丰厚的领地 把他们调虎离山调到西国去 从此之后 家康从江户到京畿大阪 可以说是一路通行无阻 这对家康的政治操作跟军事操作来说 非常的方便 打完官员之战后 封城系的大名 他们好像得到了丰厚的奖赏 但是家康稳住了东海道这条生命线 而且封城秀赖的直属领地 从原本的220万弹 被削减到65万弹 不过这一点有一些争议 有一些学者认为 封城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非地 所以加起来 应该还是有将近100万弹的实力 但是有地有钱才能养军队 家康他确实成功地拉拢那些封城系的大名 而且把封城秀赖 直属的领地有效地削弱 虽然啦 战国武将扩张自己的势力跟影响力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的大和剧 省略了这一点 讲得好像家康一心为和平 毫无私心 这就有点漂白水道太多了 那么家康开幕府成为真夷大将军的事情呢 为什么茶茶要趁机叫奸机嫁去封城家 这一点也是非常巧妙的事情 因为在官员之战结束之后 家康还不算是天下人 他被称为是天下的家老 也就是说 家康再怎么样 他都是封城麾下的五大佬 所以家康就算他利用论功行赏 把东海道都换成自己的人马 或者是趁机 把那些封城系的大名调去西国 这一些论功行赏的行为 都不能高调的抵触封城的权威 所以家康通常都是口头决定 但是交给下面的人去执行 免得落人口时 说家康在篡夺封城的权利 所以在官员之战后 其实家康每一年都还去大阪城跟秀赖拜年 家康觉得这样不是办法 最起码要先让德川家跟封城家能够平起平坐 既然封城秀吉已经卡住了公家这条路 家康选择的是五家栋梁的真一大将军 因为这样子可以维持他帮封城代管天下的名分 而且这样做可以降低封城系大名的反感 家康在担任真一大将军的时候 遵从当年秀吉的遗言把千姬嫁到封城家来维持关系 所以应该是家康主动要嫁孙女 而不是像大和剧一样 查查要挟家康要交出人职 千姬嫁给封城秀赖的时候 当时那些封城系的大名主动愿意维持周围的警戒工作 所以从当下的氛围来看 天下的大名他们还是认同封城家的统治正当性 只是把家康当作是代管天下的大佬而已 不过家康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自从他当上真一大将军之后 他就没有再去大阪城跟封城秀赖拜年了 其实朝廷同样也玩两面手法 只要是德川家康升官那一年 封城秀赖一样也会升官 借此来维持朝廷的中立性 让封城跟德川能够互相制衡 如果要说封城跟德川真的能够平起平坐的时候 应该是德川家康把真一大将军交棒给德川秀赖的年代 当时东国有十万大军陪同德川秀赖一起上落 其实家康这些优秀的政治操作 都是可以拿来发挥的素材 可以表现出德川家康为了天下太平 想要让封城跟德川的力量均衡 或者是可以让家康从关东开始 逐步实现赖民当年的慈爱东国大联盟 虽然啦 兵长觉得东国慈爱大联盟这个设定真的很瞎 但是既然前面放了这么多篇幅 又把赖民事件当作是家康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现在的家康有了强大的权力 其实是可以稍微去补这个设定的 只是编剧看来没有这个意愿 所以光看第44集45集好像很正常 但是从第一集看到现在 就会觉得有点破绽百出 兵长那么二条城的会面呢 真的是封城秀赖耍小手段 要对德川家康呛瞎吗 根据目前的记录 的确是德川家提出要求 希望封城秀赖趁着后阳城天皇退位 后水尾天皇即位的重要时刻 从大阪城前往京都去会见德川家康 根据当时武士的会议录 还有当代季的记录 京都的男女老幼纷纷上街去迎接封城秀赖 百姓们看到封城秀赖威武的模样感动到痛哭流涕 江户时代的军记录说秀赖他是一个高六尺五寸的巨汉 换算起来大概是身高197公分左右 像是相扑力士一样的壮汉 真正的拿来考据的资料不多 到底封城秀赖是一个美少年还是相扑力士 目前其实不可考 过啦 曾田信凡他这个时候还在九度山遭到监控 他不会明目张胆 带着部下操练武术 要对抗德川家康也不会手上绑着六文钱跑去京都看封城秀赖吧 话说回来 根据本多正存留下的记录 认为封城秀赖在二条城的确对德川家康低头了 所以这一次的大和剧才会安排秀赖去耍那些小手段 让家康做上位 虽然啦 封城秀赖从大阪去京都前往家康的二条城 形式上确实是占得下风 但是德川家没有办法叫封城去出人力执行幕府的政策 而且公家照样每年会去大阪城拜年 秀赖不用经过幕府的同意 就能够推举自己的家臣任官 所以对朝廷来说 封城跟德川这个时候他们是地位相当的 也就是说封城跟德川处于平行的体系 虽然这个时候政治权力的天平是稍微倒向德川的 但是封城秀赖不用接受将军的指挥跟命令 而且德川家康年纪大 只要他哪一天先逝的话 封城秀赖顺势成为官白 情况可能就会逆转 所以本多正存跟德川秀中才会很急 希望封城秀赖赶快正式向德川俯首称臣 成为幕府体系底下的大名 他们需要一个理由来为难封城家 这个就是重要的事件方广寺的中明文了 军长君臣封乐国家安康这真的是诅咒家康吗 还是德川家要找查 其实两者都有 因为对于封城家来说 就算他们没有要诅咒家康的意思 也得要避嫌 不能够把家康的名秽给放进去 不过德川确实也在找查 因为除了君臣封乐国家安康这几句话之外 御用文人林罗山他还挑了一个很烂的毛病 指责旭文里面一句话 说这句话的意思使了拉公射杀德川家康 这个解释就很无耻了 因为幼蒲业是引用中国的典故 是家康的官职 幼大臣的雅称 林罗山身为一个儒学者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典故 但是他为了讨好老板 刻意曲解 品格真的是很低劣 不过根据现在的研究 方广市中明文事件可能是一个被后世加油添触的事件 因为在江户时代早期的记录 像是三合物语根本就没有写这个事件 有些记录则是轻描淡写提到这件事情 例如德川家康要片桶且圆回去好好处理 其实家康没有要闹大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封城家解除了片桶且圆的外交工作 变相表示封城要跟德川关闭外交窗口 才会让这件事情越来越激烈 在大阪之政过了50年后 南波战纪或者是武德大臣纪又加码说 德川家康为了要为难片桶且圆 他善待茶茶的使者大仗清局 玩两面手法 到了18世纪的武德边年集成 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家康英明神武的神应队 所以啦 这一次的大和剧算是引用比较早期的版本 让家康决定当坏人平定乱世 让儿子德川秀宗继承王道 虽然啦这个设定单看这一集好像很合理 但是这一次的大和剧只有在一开始讲到金川议员的王道对上知田信藏的霸道 打从1560年的统霞间之战到1614年的大阪东执政 从来没有描述家康怎么去思考王道为什么会在统霞间之战输给霸道 家康这一路走来既没有认真执行王道 他也多次反对信藏跟秀吉的霸道 明明在前几集把秀吉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突然又说家康要跟秀吉信藏一样背负罪业 事到如今才又把王道跟霸道这两个词拿出来用 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硬要 而前面铺陈了很久的赖民的慈爱东国大联盟 这个设定就把他摆着烂 还有阿万他说的女人有所求就会寻求依靠给予安慰换取所需的这个说法 到了茶茶就整个大逆风 难道是说身为女性只有家康身边的赖民能够当圣母 对抗家康的茶茶就只能当玉石俱焚的疯女人吗 不过话说回来单看44集45集逻辑还是通顺的 事到如今想要让整片都能够前后呼应 可能也太为难句组了吧 好啦怎么办家康就只剩下最后几集了 我们就一起努力把它看完吧 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跟大家讨论看看哦 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